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撑队 有人系四零六了 别搬了 谁让你们搬的 张吉叔给新来的泡向师腾出一间办公室 搬回去 都给我搬回去 张队 既然张剧已经发话了 才也没办法呀 好久不见 说你给咱们刑警队露脸了 厉害了 超过师傅了是吧 你把地址发给我 我现在打车过去 走 喂 雷队 你没事吧 喂 喂 这是谁画的 我啊 谁让你画的 一个女的 请你帮我把她画出来 请你帮我把她画出来 你知道这个房间是什么地方 这是张局给我分配的办公室 这是雷队当年的办公室 七年了 你连张脸都画不出来 你还好意思来这儿 但至少前两天我帮你们画出了那个杀人犯 我压根就没有看你的破话 那希望以后我能帮到你 不需要 立刻收拾东西 给我消失 张局 进我屋就不能先敲个门吗 那小子是你找来的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脾气要收一收 收花钱要笑一笑 笑不出来 沈亿是我特意申请来的画像室 人家刚来你就闹这么大动静 你想干吗 如果破案他要借助画像 那天眼用来干吗 你要是犯罪分子 你会在天眼底下杀人 就算你找他来 但也不能去雷队的办公室啊 雷队的案子到现在都没破 嫌疑人一点线索都没有 对 杜成 我希望你能够明白 办公室是局里的工产 不属于任何人 还有 我知道这个案子 在你心里一直放不下 但是过往七年 我觉得你把自己逼得太紧了 我希望你能松一松 办公室 可以让 画丧尸可以来 但绝不能是他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对人不对事 跟我耍混蛋是吧 好啊 那我也对人不对事 你要是看不惯的话 打报告 请调 我批 陈队 你们进我办公室 就不能先敲个门吗 对不起 有点着急 刚刚接到报案 有一个整容医院发生命案 又发生命案了 谁去啊 调店 带沈亿去 走 对不起 沈亿 沈亿 有个案子 你跟杜长一起过去看看 死者叫梁亿 男四十二岁 今天早晨在自己家中 发现身亡的 报警是他的秘书 技术人员跟法医 我已经通知过了 对不起 程队 张局说让咱们带上那个沈亿 咱们就这么把它晾呢 会不会 对 行了 行了 别瞎打听 开你的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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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发了 别发了 来让一下 这个人来了吗 都已经到了 来 这边走 报警人就是他 死者的秘书 现场在哪 五楼 电梯在这边 来 来 程队 上面怎么样了 上面地面已经做完了 等一下 死者叫梁毅 四十二岁 是这家整形医院的老板 也是咱们是 顶尖的整形专家 这一栋楼 是他三年前买的 一层到四层是整形医院 五层是他住的地方 这电梯里没监控 整栋楼都没有安装 之前我们 疫情安检的时候 问过这事 他们说是为了 保护客户的隐私 来这儿的客人 都不愿意被拍下来 这儿就是 第一案发现场 技术部门正在采集指纹 和低音样板 这应该是棉镜子 这应该是棉镜子 这一家人 我是网站 要命啊 这一年 他们常显得 这一家之间 这一项目的 想起来 几个人 行动 和几个人 你以后 你还用 none 决定 抹几个人 你不客气 却 很重要 需要 货行的 我 别瞎碰 拿手套给他 走 去问问报案人 早上八点半我就来了 上午有两胎手术 两个的数前准备都很复杂 往常要是这个时候 梁院长通常提前一个小时就会到 可是今天 第一个预约患者 都已经等了半个小时了 他还没来 那个客人就闹起来了 我就 我就上来找梁院长 没想到已经 已经 最后一次见他什么事了 最后是 上周五 下班之前 我跟院长说周一手术的事 他生活一向很规律 他周末是严禁我们打扰的 平时上五楼的人多吗 没什么人 我们的电梯都只能到四楼 上五楼需要刷卡 只有我的卡可以上五楼 我需要上来定期帮他收拾房间 梁院长他这个人 他不喜欢陌生人到他这儿来 某个你 没想到 好 怎么样 有什么新发现吗 有什么异常吗 有什么异常吗 这杯子被人动了 厉害 下次你要是再乱动现场的东西 我就报告给张局 让他来吃 不是 这不是我弄的 死者的质家里有子干 符合情化物中毒管理体征 中毒 是在酒里下毒吗 这个得回去化验一下才知道 从湿冷和湿班推测 死亡时间在三十二到三十五个小时之间 也就是 礼拜六晚上九点到十二点对吧 是这个区间 这什么呀 房屋结构图 你们先来那画像湿块吧 这房屋结构有问题 我跟楼下的户型做了对比 这套房子明显被改造了 除了我们能看到的空间之外 应该还有个隐藏空间 这房子明显被改造了 这房子明显被改造了 是在是阳光传电话 没关系 是在这房子上 这房子明显被改造了 那房子明显被改造了 这房子明显被改造了 好 那房子明显被改造了 好 好 这房子明显被改造了 是 那个隐藏空间就在这边卡后面 隐藏空间和外部的温差 会形成压强差 导致空气流动 这方法不错啊 既然 那请问怎么进去呢 你在找什么 泼着 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世人一直都以为这是珍珠耳环 其实就是 两杯白色的颜料 你们仔细看 少女的耳垂 和这个所谓的珍珠之间 并没有连接我 是维米尔利用错觉 欺骗了我们的大脑证业 所以呢 你得出了什么结论 这两抹白色 有磨损的安全 几根应该就在 小刘 小刘 这里的生物痕迹肯定不少 大家都注意点 我 来点张图 记录电坑 别乱碰 梁毅的医院没有监控 能拍到轮口来 只有这个 查一下星期六晚上 到点上早上的所有清除记录 停一下 到过几十秒 这个时间医生都已经下班了 他来干什么 查一下这个女的什么时间走的 二十三点五十七分 和死亡时间相符 这女的脸不这么严实 那什么也看不到呀 我可以试着画出来 你凭什么画呀 就凭这个 就凭这个 吃饭了吗 沈老师 还没呢 那可不行 做咱们这个职业 身体是低位的 你想吃什么 我去给你买 没事 不用了 谢谢 这都是您画的 好厉害啊 你身高一九三对吧 四十四公斤 特别准 那个 你能帮我个忙吗 脸都蒙成这样了 还能画吗 只要有轮廓 我就能先推则出脸型 然后根据三挺五眼 十五格的划分 再反推五官的位置 和基本大小 但是要画出准确的相貌 还需要更多信息 谢谢 别看我 你找出的 你找出的 一起找出的 我会把你的 都繁 most 还会把你提到 我再看你 这么多乐点 你在用脚罢子 我看你 很怕 你会把你提出的 把她们连起来 就能推算出 人的脸部结构了 这是因为 她被遮挡得太多了 所以我才找你帮我 排除了很多 不确定我的关系 这个脸型 应该就是她的吧 可是 这张脸好奇怪啊 难道她被毁人了 你干吗呢 她在帮我完成 那个女人的画像 问你了吗 沈老师说 那个女的被毁容了 不好画 让我做模特 加班上瘾是吧 那你整理的病例 整理完了吗 整理完了 那就再检查一遍 不怪她 是我让她来的 画得出来吗 画不出来就直说 像以前一样 不丢人 能画出来 什么时候 明天早上 到时候你要是画不出来 就带着你这些东西 给我立刻消失 所以我要是画出来了 以后这就是我的画室了 拭目以待 我离开 卫瘦压处指压褪色 十般暗红 十将较强 险于各大关节 月姐 血液及胃能容中 检测出芹化物成分 芹化物成分 浓度质量为 七点二微克每毫升 喉部浓度明显大于其他部位 推测为直接吞下芹化物 可是奇怪啊 芹化物中毒 不应该是有苦性仁味吗 可是现场为什么没人提啊 独立学科没好好听 科难看多了是吧 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身体里 都没有氢化物气味是有体 根本闻不出什么 苦性仁味是因为 氢化物在潮湿空气中 水解出的青阳酸的味道 如果下毒剂量少 那也是没有味道的 行了 把包围给盛顿了 我们一共在现场 提取到四十三枚有效指纹 属于不同的九个人 其中有一枚属于死者良意 剩下的八个人 目前正在排查中 案发地房屋经过特殊改造 在一个隐藏房间里 我们还发现了八十二份良意 和不同女性的性爱视频 和八十七份病例 我推测两者之间 应该有对应关系 如果对应关系成立的话 就说明 还有五张光碟下落不明喽 对 对 按这个角度去想的话 凶手很有可能 就在这五张光碟里 那就把这五个人 先找出来嘛 对了 上次你们从监控录像里 看到的那个嫌疑人 现在什么情况了 那个视频太模糊了 看不出来 那谁正在画的 沈亿 人呢 可能 可能画得多然不敢出来吧 CM 这只能够做不完 这个遗免 这只能够做不完 就像是 这个遗免 在一起 做不完 好 好 雨晗 沈老师 路程 带着蒋丰出去了 说是找到闲人线索了 这个帮我交给他 换出来了 谢谢 不客气 韩家给我看看 给我看看 天哪 这张林 心里又是什么呀 梁毅一直在用这些光盘 要挟视频中的女性 只要我们把视频中的人 和病例中的人一一对应 就能坐下范围 张俊找我 来 你看看人家 门开着都知道敲一下 你给我坐好 辛苦了啊 听说昨天晚上熬了一晚上 才把那张脸画出来啊 没事 主要是奎容后的脸 还原难度还是有点大 对不对 还不知道呢 张局 我接着说啊 我们现在手头的照片 都是她们在整容之前 病例上的照片 而视频里的那些女孩 都已经经历了完整的 整容手术 所以在确定身份上 有点困难 我已经让整容医院的刘云 确定出了三十多个人 剩现在就需要我们逐一排查 其实有更快的办法 少聊天天 只要把视频中的脸 还原成整容前的样子 就可以比对了 可以全部还原吗 如果让我再仔细看一遍 那些视频 应该是能全部还原出来的 准确率大概多少 我有把握 准确率不低于百分之九十 是 杜生 你跟沈亿一起吧 我都看过了 人我画出来的 办公室我可以用的 集中注意力少扯闲片 你这画的都是什么呀 随便扒了两笔 偷工且了 我是偷工了 八十二张人脸 我没必要多画出来 我只要画出那些 惊恐和无助的就够 你知道所有灵长类动物中 人类的眼白是最大的吗 有什么关系 人类是最早使用眼白 来表达情绪的 眼白的大笑 可以表达出惊恐 愤怒 悲伤 我要抓住的 或是那些相似的脸 都是不同的情绪 他这是在办花展吗 沈老师也太厉害了 一晚上画出这么多 画得对不对还不知道呢 你拿着病例比对一下 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了然了 大海捞针的事 就辛苦你了成对 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我去吃个早餐 太帅了 明轩 别说了 我一天天的忙死了 哪有时间去他那儿 那天 那天我上午去郊区 看了一块地皮 中午搭飞机去外地 有一个新能源电池的 投资招标后 飞零区 所有行程 都在我的助理那儿 你们随便查 二十五号那天 那天我在医院 你们可以去问医生啊 你们怀疑我杀了他 我每天直播十几个小时的 要和粉丝互动 怎么出门 不信你可以去查 我的直播记录呀 顺便帮我点个关注哟 我那晚在家画设计图 快天亮才睡 我一个人住的 怎么证明呢 监控算吗 我要是能杀了他 我还用得着这么对自己吗 我的那份录像呢 我可以出钱买 多少钱都行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你请我愿的 警官咱能不要提这件事情的吗 人倒是对上了 可对我不太这样证明 不信任啊 最后一个什么时候来 最后一个叫范若萱的 不肯在白天来 你好 麻烦您把这个口罩给取一下吧 可以不取吗 这 这戴口罩都画得这么像 神医也太神了吧 既然你那么厉害 请你把它画出来 我真的画不出来 这批评兴 Paris 是这样吧 前立天 你是去找过梁毅吗 你要知道啊 我们那 不会平白无故地 把你叫到公安局来 我是去找过她 你们医院的周院长跟我说 你的那些填充材料 都没有到临床阶段 你拿我的脸当实验品 然后呢 周院长说他能帮我做修复手术 但这钱得你出 给你钱有用吗 妈 妈 我看了 你这张脸都已经完了 谁也救不了啊 我要去告你 我要去告你 妈 我 来 看 那这么说 你之前并不知道 她给你录过视频是吧 那你是什么时候被她 被她偷录了呢 第一次坐鼻子整形之前 面诊后 他把我带到了 他整形医院顶楼的家里 出于情面 陪他喝了杯红酒 没事吧 事后 他跟我道歉 说只是因为他喜欢我了 作为补偿 他会免费为我做手术 无论什么项目 无论多少次他都 为梁易用视频威胁 所以铤而走险 杀了梁易 对吧 程队 所以呢 你就会整容少爷 不停地找他给你免费手术 不是 每次都是他劝我的 每次都是他劝我的 他说 只要一个很小的手术 就会变美 是更完美 开始是 我做手术是为了变美 可是梁易把我彻底毁了 后来 就不停地修复 修补 修补 直到修补都修补不了了 他一直以为把你重新的 你重新的 让我重新的 关键 他的主持人 他非常理想 因为我会 我只会 把他给杀了 父母 想杀我呀 来啊 你不敢 快回家吧 我想过 但还是不敢 园区的监控时间显示 二十五号晚上 你在良意的公寓里边 待了将近两个小时 二十五号 不可能 为什么 二十五号晚上 我一直在派出所 他应该没有说话 他应该没有说话 镜子就像是人的儿重生 他用尽了最大的勇气 也只是杀了镜子里面的自己 有几个小问题 我呢是反复问了三次遍 他的回答是基本问何 这通常看啊 犯罪以后 嫌疑人呢 会反复修正自己的口红 在能够正罪的关键问题上 会出现绝对的一致 可是有很多小细节 就会前后矛盾难以自下 这个范若荃 没有这种情谎 依我经验卡 他说谎的可能性 我觉得很小 成队 跟派出所确认过了 二十五号晚上 范若荃确实因为酒驾 被扣了一晚 所以只有一个可能 监控是被造的 三月二十五号 值班的是雷连明 昨天刚办了离职 他住哪儿 我说哪儿 二十四小时整个内容 都被替换了 难怪记住那边 什么也查不出来 我终于明白 为什么附近的监控 什么都查不到了 待会儿你去把外面的监控 再重新查一遍 刘连明 刘连明 怕鬼子 可怜连明 刘连明 比赛 我通知二十二 不用了 教法医来吧 我通知二雷 不用了 对死人的脸也感兴趣啊 人只有活着的时候 才会有各种 让人着迷的表情 死了 人脸都变得索然无味了 这个我不赞同啊 死去的人也是有表达的 很多时候这种表达 比活人更可行 警察局 我 出来了吗 跟梁毅的死因一样 情话物中毒 情话物直接下来酒磊 凶手是同一个人 而唯一的区别 就是他在刘连明的酒杯里下毒 但梁毅的酒杯就干干净净 先杀梁毅 串通刘连明修改监控 再没刘连明的口 这个凶手 不仅心狠 而且聪明 你的语气听起来很赞赏 只是陈叔事实而已 合法医 您看案这个 酒里换一处一块沉淀物 零本二甲酸纸 那人吗 曾素季 在香水 洗发水 这甲油也都有 我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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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他 原来是他 能确定吗 嗯 看事情的时候我就发现了 那些女儿的手都很好看 杨运动的是脸 可他最爱的 却是女人的手 对于有这种示好的人 在指甲里藏毒是最好的下毒方式 那刘连明呢 他对手可没有这个爱好 他不爱手 却好酒 只要本药粉架在指甲上 撑端酒的时候就可以下毒 所以刘连明的酒里 才会演出有增速剂 这些人 太嚣张了 不好意思啊 我一上车就空着不用想睡了 现在是警察 精神点 灵魂做闪 薪水 药小姐您好 杜 cincan有什么事吗 方便进去聊吧 潘伯寄 iconic 那是你的 把你拆了 当然待会是不用了 嗯 你会不会有什么 你会不会有什么 你会不会这样 你会不会跟你们 你会不会一种 你会不会 让你会不会 你会在哪里 你会不会 才不得 没心情 没 没心情 没心 二位今天来 不会是想跟我聊美甲的吧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哪懂那个 上次您说 您一个人在家的时候 是有监控的 能不能麻烦把那个监控数据 借给我们 让我们回去做一个例行检查 监控数据在我手机里 我传给你 好 好 有了 那 我们就不打扰了 沈亿 谢谢啊 再见 沈总 是你说蒋哥有嫌疑 来来这儿有什么都不说 他的支架间断了 是 程队 这是一段总长二十四小时的监控视频 中间没有剪辑痕迹 李涵 在调取几份 蒋哥住宅附近室内的监控 没问题 对不起 他才是 schaut 他从 Hampshire 该说时间 你在这儿 这个人在哪儿 岳畅 我如果虑极了 你 nowadays 破诊就在这儿 光线是不会说谎的 同一时段阳台无这档的白天录像 蒋哥的录像 确实比其他几份更加明亮 所以蒋哥家的监控也是被替换过的 长队 蒋哥 我们现在依法对你进行传唤 和对你居所进行搜查 请你配合 小李 去附近找两个见证人 好 总队 有发现吗 有发现吗 目前还没有 这个化妆台检查过了吗 还没呢 在这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姓名 蒋哥 年龄 三十四 职业 亦非建筑设计工作室合伙人 首席设计师 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为两亿的事吧 可是能说的我都说了 那就聊点不能说的 你认识一个叫刘连明的吗 他是谁 这里面有他 他认识刘连明 你怎么知道的 一个人的视线 会不受控制地 被自己所熟悉的事物所吸引 不认识 他是良易医院所在园区的保安 一点一点没有 一个人的医生 见过上万张面孔 大多数都是过远云烟吧 那你所说的过远云烟 就为了给你制造不在场证据 替换监控 你就好好歇着啊 二十六号 刘连明应该休息 但他故意调班 把你二十五号 进出医院门口的监控 完成了范若萱二十三号 进出医院门口的录像 刘连明应该只是你的一枚棋子 但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已经确实成了定式炸弹 所以你不得不灭他的口 你有证据吗 对 证据力完整很重要 我们在刘连明的手机里 没有发现那段视频 当我们发现他在死之前 给自己的邮箱发了一封邮件 邮件被人删除了 不过我们通过服务器恢复 它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我们在你家里搜查的时候 发现了一小片指甲的鞋片 这也是化验结果我还没看过 如果你在我打开之前说 那会是一个结果 如果我打开之后你再想说 那就是另一个结果 如果我打开之后你再想说 那就是另一个结果 我以为他们死了我就自由了 像梁易这样 依靠为女人制造面具而谋生的人 最迷恋的竟然是女人的手 脸可以改 性别也可以修正 但唯有手 后天无法矫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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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是完美的犯罪 还如此聪明的你 为什么会掉入良意的现金呢 因为我这张脸 我这个行业里 男性一直占据着绝对的优势 甲方第一眼看到的 就是男设计师 张欣 他们更信赖于男人 而我 一个长相普通的女人 永远沉默在人堆里 就像有一层厚厚的天花板 挡住了我向上的路 我要跟那么多男人 抢一个机会 如果我没有在第一眼就被看到 机会就会被抢走 所以我发誓一定要做 最突出的存在 性别突破不了的天花板 我要用美来突破 绝对没问题 相信我 你只需要闭上眼睛睡一觉 醒来后 你会变得跟他们一样美 然后梁姨就像对其他姑娘一样 趁机给你下药 我才是那第一个受害者 那万恶的密室 就是我设计的 太完美了 简直是天衣无风的设计啊 江小姐 看来我欠你一大笔设计费啊 您不还是免去了我的手术费吗 梁院长 您为什么要在这个豪华的公寓里面 修筑这个秘密隔间呢 在我很小的时候 有过一些荒荡的梦想 现在长大了 需要找一个不被打扰的地方 做做白日梦 你为什么当时不报警 如果我报了警 他会马上把那些视频流传出去 我的事业就都毁了 我还有未来呢 我还有未来呢 纵使千疮百孔地走下去 我也不会止步于此 所以你就眼睁睁看着 其他的女生布你的后尘 而你什么都不做 我承认 在某种程度上 我是他的帮凶 他捂住我 他玩弄我 他让我不断地给他介绍客户 我有的时候竟然我会感激他 就是因为他给了我这张脸 靠着这张脸 我展露头角 名利双收 可是我得到的越多 我就越没有反抗他的念头 那你后来为什么要杀了他 那你后来为什么要杀了他 你想离开北江 项目我已经拿下了 我准备去上海发展 要多少钱 我要的不是钱 你现在是北江有名的设计师 事业成得意 应该遭到不少同行的嫉妒吧 你说 我要把那些好东西 发到网上去 会怎么样 那些曾经被你打败的人 一定会不惜一切大家 把你的荣誉在脚底下呢 你只要乖乖地待在我的旁边 你可以继续拥有你这完美的事业 就是那天 让我下定决心 与其被他永远操控 不如让他彻底消失在我的世界里 刘连鸣呢 为什么要杀他 因为一个人 只要起了贪心 是永远为我保的 我猜到你可能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没想到是什么命案 不过就不用担心 咱们既然是老乡 我肯定帮你帮到底 这样 你只要给我 二十万 这件事我就当不知道 我受够了被良意威胁的生活 我更不能眼睁睁看着我的努力 被刘连鸣给毁了 所以我决定 彻底地解决问题 视频呢 放心吧 咱都是讲究人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看好了 一箭删除 雷鸣 宣传一下内容 没问题就签字丸 好 我还能请教个问题吗 你们是怎么发现我的破绽的 因为有一个人看见了你指甲的颜色 他左手小指甲的颜色比其他指甲 要亮一个色度 这有什么区别啊 识别颜色对于一个美术生来说 就是基本功 刚涂过油的指甲 会比已经涂过一段时间的指甲 表面更亮 而且美甲和原甲之间 会有一条微小的西风 那是指甲生长的痕迹 可他的左手小指 并没有这样的痕迹 他左手小指的指甲是新做的 所以它是抹掉了美甲上的琴画甲 这脑子也没有一次 听着老师是写的 遇到什么foreverador 就是报수� GBP 这么多叙国的陈队 这个父亲 这个父亲 这 quel子也有一谈 和这种正就是 我它就提醒 fourth 我想说 真的是吧 这个回比我们 ELL yeah 但我现在 更怀念以前的自己 曾经的我 脸很方 鼻子也有点宽 小的时候我特别自卑 但我一直相信 只要我足够努力 足够优秀 我就可以用我的才华 征服世界 我还画了另外一张画 也是送给你的 以前的你 让我想到了她 徐里夫人 对 她是第一位 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 她的成就超过了 大部分同时代的男性 在我的印象中 她代表着女性力量 从你的作品里 我也看到了相似的力量 它源自你的才华和野心 而不是你的外表 我相信 曾经的那种 总有一天会成为 项岳国际的设计师 谢谢